雲林縣縣長張立善 9月26號表示 硬直玉米怎麼怎麼樣 要購買防疫的藥物 10月5號的話改口 好啊為什麼9月26日到10月5日要讓10天 這中間的話你們中央跟地方 你們的溝通是什麼有阻礙嗎 9月26日雲林縣張縣長這樣一講 我們當天下午就開記者會 我們要求各地方政府全部要配合 秋行軍從的中央應變小組的作業 不得違反 如果有的話每一個縣的農民的損失 各地方政府的所長要負責 現在我們開放農民 改在第三階段改在噴油 我保證損失就是農民 去年年底 為什麼雲林縣自己說要禁止所有的出雨 他自己這樣脫跑了以後 雲林縣你看那你黑豬的養豬農就受損了 所以我才會再次強調 拜託防疫沒有政治的這個介入的空間 全部都要從專業的角度 可不可以 read 現在覺得充滿了